LEO 聊世紀 天氣中不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0點鐘方向的HERA HERA的文明是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是他打野速度非常快 吃這個犀牛、鴕鳥、野生燉物都吃得非常快 所以前期非常適合打肉馬開局或是棒棒開局 但是棒棒開局的話通常是要接續後續城堡的直城塔 這個直城城堡轉蒙古圖技的打法 整體來說前期這個打法不太已經會出現了 以前大概在一年多前還有可能會看到蒙古打這種棒棒開 轉這個城堡、馬功 現在看到大部分還是直接肉馬開局會比較常見 那蒙古人的蒙古圖技開局的話 優勢是馬功的攻擊速度過快 上城堡時代的話還有這個駱駝、大洛馬可以用 而且血量會有加成 肉馬跟草原騎兵血量加成 那蒙古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好這位是 TAG Z40 我們台灣團隊的 這個Z40 那Z40呢他也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可以遇到Hero應該大家也不用聽我多做解釋了吧 頂級的 頂級的 那斯拉夫人的話他的特勝呢是農鐵的耕種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所以如果要打騎兵路線的話 還是打寶兵的 這個貴族鐵騎 會比較好 俗稱這個貴鐵 那斯拉夫人騎兵路線的話 後期可以轉大洛馬 他大洛馬的數量是可以非常很多的肉類 可以很穩定的產生出來的關係 後期他的步兵是他的主力 因為他的主力有這個王家四重 可以讓步兵的傷害 或者擴散傷害的效果 但是遇到蒙古文明 馬弓路線的話 斯拉夫人自然就不能使用步兵當作的主力 那這一點就會很好奇 Z40要怎麼打蒙古人的蒙古土技 如果是要轉工程器方面的話 雖然工程器便宜 但是重頭跟奴炮 又會怕吃到蒙古土技的額外增傷效果 還有這些大洛馬 所以後期如果要轉這定戰的話 Z40就這邊只能轉洛馬 配槍兵 重頭、奴炮 衝撤的路線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不管怎麼說 要轉型的話也是相當不容易 後期這種大傻幣的打法 在單挑上其實很少見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Z40的地圖 好像還行 地圖方面這裡有兩塊黃金 這兩塊黃金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有點空曠 可是還是要到城堡時代來補TC 不然就是要來這邊插寶 這邊插一根寶 守兩個礦 第三個礦可能也稍微守一下 左邊的礦區是個大重點 這個主進的位置也有點微妙 雖然可以圍出去不是太大的問題 家裡這樣小圍圍起來 圍到底 也是ok 不然就是這樣圍圍圍 直接圍到最右邊 好 那現在HERRA準備已經升到了 封建時代 那現在他的村民是有偷支部的 現在很喜歡偷支部啊 一眼不合就偷支部 不是在偷支部的路上 就是在偷支部啊 好那Z40呢 這邊的話是沒有選擇偷支部 所以偷了一個支部 升級時代 就會快個20秒左右 好 墊下了一個馬祖 洛馬開 莎夫正常開局 那莎夫人 呃 蒙古正常開局 莎夫人的話這邊 也是要走洛馬開 會比較適合 他的攻兵路線喔 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好用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強怒喔 走馬功的話也沒有這個三級射的關係 也沒有拇指環彈道這個安血的戰術 在莎夫人一直也沒有馬功路線喔 但是世界帝國四代喔 這個 羅斯人 就有這個馬功路線 特別強 那斯阿夫人跟羅斯人是什麼關係 其實我一直以來有點搞不太清楚 所以斯阿夫人沒有這個馬功路線 那四代有 可是想說他們不是同個區域的人 還是我 是有 我有什麼 誤會嗎 可能誤會可大 中世紀的歐洲真的是有點複雜 歷史的脈絡喔 真的是要好好去響賭喔 才知道他們的歷史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這邊是阿夫人 唉唷 第四零 差點能抓到 剛剛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繼續控 猶豫了一下 發呆了 沒有衝進去 這邊互打一下 直接硬吃 高打低 換掉了一隻槍兵 但是有點虧 血量有點殘掉了 好 殘血的羅馬要不要回家 躲一下 躲一下 或是直接去探圖也行 好 沒有打算要離開 殘血的在這邊去繞 但是 HERA打得很穩喔 現在打天梯不回家 真的是 感覺都是在 練習 真的是在練習 最近 MIPER也都是很不愛回家的 但是 HERA打天梯一直都有在回 跟他說他要爬3000分 最近他的分數也回到2950分 本來才說他分數掉到2850分 掉了100分 現在又爬回來了 這就是 強者 寵不抱怨環境 雖然斷線掉分 但也沒有關係 壞分數很快就打回來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Label 好 那來看到這裏 洛馬沒有要衝進去 HERA猶豫了一下 雖然知道最少要為死 但是有層次動性的傷害 不敢 輕易的往前衝 哇哇哇哇哇 這裏還抓到了一村 好 後面的回家 來得及為好嗎 應該可以 長兵洛馬都守在這個後面了 好 Z40點下了城堡時代 HERA也準備要來升時代了 好 那Z40這邊可以繼續按Law 待會可以接續城堡時代的 轉清奇兵的 礦地圖剪生物的流程 因為斯拉夫人的聖物 這個生女移動速度很快 他用免費的生女移動速度20% 比你點這個宗教狂樂 還要更快 所以斯拉夫人走生女科技 最大的缺點就只有 沒有這個一端邪速 基本上生女科技是全滿的 好這裏 升到了時代 HERA現在是 繼續走了騎兵路線 好 Z40上層打生頭嗎 這波生頭可能會有料喔 天下的品種 升級兵的升級 二級伐木 兩邊都升到品種了 好 HERA這邊二級伐木有記得點嗎 先捕了一根城堡 直接走蒙古突擊 漂亮了 大家最想要看到的東西來了 空間時代正常打架 上城堡時代 直接挖石頭 蓋了第一根堡 好 那第一根堡 是直接蓋在農田的位置 家裡的門面 中心的點位 好 D40是準備了一台衝車 開始工程 乘客上車 小弟們全部上車了 四隻槍兵在裡面 點下了跟蹤技術 跟零鎧甲 補下了一個TC 雙TC農 然後按蒙圖 這樣是最極限的經濟配置了 這是一個很極限的 讓自己可以產蒙圖 又可以不斷村 農經濟的方法 3TC的話肯定是會斷村斷道兔 所以先2TC 待會再補3TC 這個是很穩定的打法 那待會待會再補一個修道院 還有這個大雪 去補這個彈道雪 就行了 那三女這邊補的話 還是要防守一下騎士 還有這個解釋生物的效功能 而且還可以幫自己的蒙圖補血 對這個修道院也是蠻必須要的 好蒙圖出來 走車砸一下 唉唷差點沒躲掉 還有蒙圖非常的輕盈 往前走點頭車 很沒問題 忘記他是蒙圖了嗎 點個兩發 其實剛剛可以點的掉 感覺Hera在給Z40機會 還是其實 他是故意的 往前走 點掉了 哈哈 這一定點的掉啊 還是他是在引誘Z40呢 剛剛那一波有點 微妙 好微妙 好 槍斃沒有往前貼 唉唷還是戳到了一下 但是Hera這個拉弓拉的時針是很漂亮啊 好這裡往後拉扯 好這裡直接砍倒了一隻蒙圖 但是肉麻損傷有夠多 直接吃了城堡一堆的傷害啊 好三綠出來補個血 好但是 但是 Z40這裡最大問題是 居然沒有補修道院 修道院 該補了吧 這個聖物減很快 不減嗎 好聖物不減嗎 而且被蒙圖射很容易殘血 會不會要 長個修道院呢 好再繼續補了一個馬就 D40想要繼續走奇兵路線 好直接開卡 欸 這個村民 欸不不不不 這個蒙圖怎麼突然暴斃了 欸 這個是 自滴錯嗎 那是要滴什麼東西 結果滴到自己的蒙圖 走個幾步出來就暴斃了 還是在城堡裡面吃了什麼 土藥 沒走幾步就掛了 啊 簡單 現在騎士有點麻煩 想要吸引箭矢 D40這邊抖動 沒有辦法 離TCT的太近 好 這波被守住了 好 潛壓工程器製造所 已經沒有辦法延續接下來的攻勢了 D40減下來二級馬卡 好 你直接射農田 還好這裡片田只剩下18肉 你就射吧 好 這支田其實都快沒有了 好 現在3TC繼續農 啊戳到一下 漂亮 好這隻沒有辦法戳 好 射破木門 現在喝了啦 繼續農 D40也是 兩邊稍微修戰一下 轉出了3TC 好 3TC穩定之後 就可以開始補大學了 這個流程相當正常了 好 農田修 修農田 這個修農田應該是修好玩的吧 感覺是修不起來 農田一片一片點掉 這裡抓到了很多村 D40 臭明書抓了很多 臭明書已經領先了 好 這次沒有HERA 說明書是66 對75 說明差距於 來到了10村 D40 現在經濟已經領先了1000資源 對毒藥原始運農田夠多啊 這個優勢非常巨大 好 現在有收到院了 開始把殘血的騎士血量拉起來 這樣騎士數量可以累積起來 就會給到HERA這裡更多的壓力了 好 開始出門撿生物 HERA安靜撿了一顆 這裡騎士往前衝 抓掉了一村 好 萌圖又過來 招翔高打滴 點掉申呂 下一集招翔 好 二宮也點下了 好 申呂拉過來 招翔 沒機會嗎 再往前走 HERA直接拉走了吧 這個再繼續走會被招翔掉 好 萌但是騎士還在繼續追 好招翔到了一隻 後面騎士過來做個包夾 但是BHERA看到 沒有辦法 可可拉走 就讓這坨萌圖拉弓拉得很好看啊 OK 世界冠軍的拉弓 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是用停止拉弓的方法 而不是用移動攻擊 所以拉弓會更 動作會更流暢一些 好 那現在HERA已經點下了彈道學 點下帝王時代 3TC 猛虎 速帝王 不開第4個TC 第40這邊也趕快點下吧 好 兩邊都升到帝王時代 但是騎士一直一直被抓掉 但是騎士一直一直被抓掉 好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什麼 蒙圖的數量來到了20隻左右 現在赤猴出來 看一下地圖 第四零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有啦 現在萌圖的數量還不夠足以打正面喔 現在還是要稍微等一下 最好是把精銳點出來還有三級色化學都有了之後 再開始打正面會比較好 那現在的話還是以poke為主 騷擾poke 把這個數量拉低就行了 好 現在第四零也是等待地龍時代 騎士不敢往前衝 Hera城堡補了很多了 城堡的這個射城兼具都補的不錯 那Hera這邊城堡並沒有堅持蓋高地喔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種細節吧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抽出一些田 防守來說會稍微壓力更小一些 好 那第四零這邊要趕快點下螺絲寶臉 開始插寶防守蒙土的騷擾會比較好 好 這邊抓到一個機會 射掉了一些村民 好 地龍時代 升了上去 好 稍微拉一下 點射點射 好 又點掉了一隻 第四零 贏 好 重點下螺絲寶臉 原來這裡不點螺絲寶臉 他的防守壓力真的太大了 蒙土這樣子繞怎麼受得了呢 好 直接補一根城堡在這裡嗎 高地直接上去一吃 Hera這一波 沒有空 但是有三級射 所以還是射掉了很多的 洛瑪跟騎士 哇 這一波果然有三級射化學 正面扛才扛得住啊 蒙土就是這麼的噁心的單位 哇 騎士居然砍不過馬攻 正面對貼 蒙土完勝 好 現在傷害來到6加4 那現在要考慮的是要不要先存個資源 先把精銳給點下 畢竟精銳喔 是加2點的傷害值喔 非常的多啊 一般的重裝馬攻是加1點而已喔 蒙土是加2點喔 這非常不可思議啊 打工程器這麼痛 而且傷害還這麼高 真是很扯 這個弱攻也是12點 8點 8加4 4點傷害值 蒙土自己傷害是真的可怕 好 現在點下輕奇兵 弱好像夠了喔 存一下資源吧 點個精銳 現在別噴嘛 喔 繼續噴蒙土 沒有打算要點工程器 還是這一把HERA想要走大衝車 好 點下了2級馬凱 第40現在還在繼續圍城堡 把這個城堡插好插滿 守住更多的區域 好 點下了重裝騎士 通常斯拉夫人走騎士路線 都不是太好的結果 因為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而且造價依舊是75塊 還不像波蘭的騎士造價這麼的便宜 可以以量取勝 所以斯拉夫人這邊的問題是 要怎麼繼續打後期啊 本覺得還是要轉一些戰毛兵 去後面幫忙輸出蒙土才比較能打 好 HERA這邊終於點下了 金銳瑞蒙土 來了 來了 8加4 炸裂傷害 好 那現在 安線戰術還沒有點 就可以完成 所有的科技線 好 沛羅阿又補了更多的城堡 家裡到處都是城堡 我也懶得追了 你就來吧 這裡是城堡 上面是城堡 換官了移 買城堡 哇 必須你這個洛馬 走過去就送光了 看我的判斷相當正確 這裡是一個桌線 現在 HERA只要等G40過來送 送完就完事了 好 你過來送 我就過來攔截 我也不進攻 防守反擊 就是這樣子 等你過來送 反正我家裡很多城堡 好 玩累了 直接是在地上沒有關係的 哇哇哇 這裡還是有一坨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影響不大 因為Z40這邊損失的是大量的黃金 而HERA是損失的村民 只需要肉 打到後期 Z40會有足夠多的黃金 能打嗎 現在HERA全面防守 就沒問題 好 歐馬過來 這裡有城堡 還沒打到村民 就只剩下兩隻 好 再過來 好 停了下來 好 有一隻村民 離開這城堡圍內 HERA現在是在玩什麼 大富翁 經濟有夠好 先把科技全點滿 再更決戰 怎麼感覺Z40 被 被套入啦 他Z40應該很納悶 你怎麼不進攻阿 你不進攻 那我就要過去了 一直過去 結果一直送黃金 受不了 先轉大洛馬 好 結果大洛馬好險 能抓掉線蒙圖就很賺 哇 這個甩弓很舒服 還在甩 看這個戰損筆 死了兩隻蒙圖 殺了十九隻的大洛馬 這個戰損筆 很不科學阿 哇 未來的城堡到處都是 現在在玩大亨寶 八個城堡 HERA八寶 不進攻 就是等你來送 送就完事 太狠 太狠 好 但這邊村民還是有被抓掉了一些 但是Z40這邊轉出了大洛馬鎮 農田來到了八十二片田 這個一臉就是我要抱大洛馬 淹死你 好 Z40可以存錢阿 存到三千多塊了 這邊要打贏 只能轉工程器了 好 大洛馬再往前 好 又抓掉了一些 蒙圖 但只有一隻 其他都是用大洛馬 扛這個洛馬傷害 蒙圖一直原地射 好舒服 已經擊殺一百零七隻的單位了 太可怕了 蒙圖 集結一波 來到了一隊五十五隻 準備要來大衝車開頂阿 點下了早炎姬 聽說這個英文應該是演習的意思 可以增加工程器的移動速度 Z40點下了貴族鐵騎 沒救 貴族鐵騎 絕對沒救 如果要打工程器的話 經濟也不能這樣配置 因為還要更多人去伐木才行 雖然工程器有折扣 但是還是需要大概四五十人的伐木 才能維持工程器的產能 那現在產能上的問題也是蠻棘手的 打貴族鐵騎 雖然近戰能 但是遠防不行阿 好這波洛馬又送了過去 Z40 黃金全部投資了在洛馬身上 HERA這一把玩起來了 真的是在玩 他就讓你衝 反正我城堡夠多 好右邊又撥大洛馬要撥撞 好但是 HERA的洛馬有顯量上的優勢 18 但是貴族鐵騎來了 貴族鐵騎近在防禦11點 大洛馬怎麼打都是一滴 轉出貴族鐵騎 就不用擔心 正面肉麻打不贏的問題 但是後面貴族鐵騎怎麼辦呢 沒有綻毛也沒工程器 怎麼打 都很痛苦 這波感覺只能出個投車 砸砸看 砸得到就算我贏 砸不到我就投 感覺是這樣子阿 好大趟車準備提升好了 好 那HERA的打法很標準是走工程系路線 54片 54個伐木工 加50片田 這樣肉麻工程系蒙圖都能出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後期的經濟配置阿 好這裡收村 現在21個貴族鐵騎 走到了正面 即將要面對的是大衝車 衝撞臉 稍微招搶一下 第四離 毫無辦法 正面送光 雖然走了一個多線 換面的多線感覺意義不大 哇這裡萌圖 這怪族鐵騎射太快了 全色光 萌圖已經來到140 146左右 好 洛馬有抓到一些村民 當然 這一直以來都不是個問題 HERA根本不缺村民 反正是可以希望人口少一點 衝車洛馬 多一點 直接要一波帶走 D40 來了 衝車配蒙圖 古早未打卡 還是依舊有用 好這一波衝車吸了非常多的傷害 但沒有關係 後面衝車又來 蒙古躺在前面 衝車被打爆 這些衝車很猶豫 要不要往前 真的怕讓後面的馬弓 輸出非常舒服 這一波的擊殺速已經來到 173 175 蒙古大軍來了 太狠了 這個畫面 撞就完事 D40努力解掉衝車 但解衝車是沒有辦法解掉蒙古突擊的 蒙古突擊擊殺速越來越多 雖然還是被城堡射掉了一些蒙圖 但問題不大 手撕城堡 城堡被射倒 好 好修道員被打噴出來 D40最後漏馬 買賣一波 不需要轉出漏馬跟櫃子鐵齊 無力回天 黃金來到箭底 D40石頭很多 但是 來不及把石頭花完 雖然可以賣石頭 但現在正面的問題也擋不住 這一波進來 城堡蓋也沒意義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一波HERA打的實在是太漂亮了 後期一波 蒙圖射爛 最後這一坨蒙圖至少有擊殺到300多隻的單位吧 光是這一坨不含死去的就有190 太可怕了 這個HERA真是玩起來了 好經濟的部分 D40是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但沒有辦法 斯拉夫人本來就是很難打蒙古人 畢竟你出工程系也是被蒙圖給涉爛的 但是不出的話又不行 你出戰毛也沒有足夠的影響力 所以D40這一把真的是被文明誤引了 這樣有點好奇 這個一般的斯拉夫人要怎麼去打蒙古人 雖然有一天可以看到HERA 用到這個斯拉夫人打蒙古的狀況 應該會挺有趣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